一加一大於二 那這個要看誰來帶頭 到底要由誰來帶頭才有辦法真正達到一加一大於二 現在社會上不斷的在提到所謂的一加一大於二 那這個要看誰來帶頭 到底要由誰來帶頭才有辦法真正達到一加一大於二 這個要由國人來決定 那由國人來決定人選 這個也符合民主以人民做主的理念 那我非常希望能夠得到國人的支持 因為政治不是只有加減還有懲處 如果我有機會代表民進黨的話 我一定可以發揮加乘的作用 一加一大於二 而且我可以普選立委 讓立委的席次能夠維持這個優勢 這個是陳述的效應 因此我很希望能夠得到國人的支持 蔡英文不到台灣不會到 蔡英文不下台 民進黨就下台 謝謝各位 今天到這個地方來 為反病團隊 我是兩個意思 第一個 反對中國病毒台灣 第二個意思 反對蔡英文病毒在清德 作為一個兩千公萬的中小型國家 在外交上 我們不要當法官 我們要當醫生 我們不要去批評你中國 批評你發肥兵 批評你日本怎樣怎樣 我們願意去幫助你們 OK 這是一個初衷是這樣 但是不要在這個過程裡頭 忘記了 中國是我們唯一的敵人啊 在中國沒有民主化之前 中國就是台灣最大的敵人 不要忘記這件事 那個民主的判斷從哪裡來 我用台灣經驗跟各位分享 民主的判斷來自於原來自由 台灣過去四十年來 怎麼通過國民黨的建議 從最早的自由中國 到白安土的 我們講美麗島 美麗島有沒有 可是美麗島是怎麼決勝的 這樣也不能決勝啊 美麗島雜事 我們是用雜誌社 開始打出來的 一路就是雜誌社 言論自由 你現在考慮了蔡英文 你竟敢限制言論自由 我怕國民黨 我當然怕你蔡英文啊 蔡英文不大 台灣不會好 蔡英文不下台 民進黨就下台 謝謝各位